母亲的责任 穆迪生长在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大家庭中 在弟兄中间排行第六 他父亲去世之时已有七个孩子 那时穆迪才四岁 他最大的哥哥只有十三岁 他的父亲是水泥匠 在工作中突然感觉肋旁疼痛 勉强回到家就过世了 他父亲死了一个月 母亲又生了一对双生姨父子 他父亲不但为一半点钱财 甚至欠债累累 有一次债主们把他们家里的东西搬空了 连生火的木柴都拿走了 大雪天的早晨 因为没有木柴生火 母亲只得叫孩子们躲在被窝里 一直等到上学时间到了 方才起床上学 这位母亲借着祷告 培育了他那酒味又嫩的孩子 某天晚上 当孩子熟睡后 他祷告低气 提起那本丈夫送给他的圣经 提哭许久 哭完后擦干眼泪 翻开圣经 摆在面前的乃是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一节 你撇下孤儿 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 他就哭泣着对神说 哦 亲爱的神 我知道是你把这些孩子给我的 若我尽我做母亲的责任 你必做他们的父亲 这位母亲把这些祷告的话 写在那节圣经的旁边 他从圣经上的话 得到了安慰 也得到了力量 尽了他做母亲的责任 这位母亲死后 在他的墓碑上 刻着马可福音 第十四章八节的话 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今天的词 是尽他发现了 词尽他从来在家里面 那么多人的责任 也得到了